清华大学学生杨仁敏 以小提琴演奏 来表达对慈祭新衙奖学金的感谢 因为爸爸最近生病 有这笔奖学金可以帮助我在学业方面 然后也可以帮助爸爸 在生病的那些经济方面 可以有得到补助这样 总共有194位的孩子 他们是属于比较弱势的一群 透过这个奖学金的颁发来 可以多少给他们一些鼓励跟帮助 新衙奖得主虽然家庭经济条件不佳 他们却能够在逆境中勤奋向学 慈祭基金会可以十多年来 一直办理新衙奖这个活动 让新兴学子在逆境中 也可以展露生命的光芒 孩子去感受到说 这个社会的这个温暖 那我相信在这样一个帮助的孩子 将来这个种子是在他的心中的 活动最后 送出的学生都带来了自己的纯钱筒 要把慈祭给予他们的爱 继续散播出去 大安新闻 县米志工林碧之陈和轩 台南报导 新北市双西 那我最后 这家族 这是 每一家族